一直看到是你们母子 对啊 这个相依相邪的 做童说的你 爸爸呢 对 和我们还有一个 鼎力支持的呢 是啊 爸爸呢 他有没有 有时候男人 也像小孩 他有没有跟你抱怨过说 老陶啊 你看看 你这一生啊 都给了这个男的了 我这个男人 你就很少顾忌了 老师要说 从我们生孩子那天开始 你每天都是孩子 孩子 孩子 从孩子上学的那天开始 每天回家都说 哎呀 不得了了 要考试了 他说你每天都是考试 每天都是学习 哎呀 我这心呢 你什么时候能不上学了 我这心呢 我真的受不了 你说吧 你俩考试考得好吧 回来没飞涉舞的 你说你俩要考得不好吧 一个坐地板上哭 一个是站在那生气 他说你俩每次考试 我是胆战心惊啊 我就在家等 奶冰想跟爸爸说什么吗 爸爸如果你在电视墙呢 能看到我的话 我想跟你说的地方 我和爸爸一起在上学 那位妈妈为了我上学 而持续了唯一一个工作 所以说这个家庭 由爸爸来支持 由他这个微博的工作 来支持我们这个家庭 每天爸爸都要去工作 非常辛苦 而且这长时间了 他的头发也拔了 而且脸上也有 这句话叫做 父母之爱子 则为知己深远 意思是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常常会为孩子 做更为深远的打算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组的 两位主角 白阿姨 为了照顾唐宝宝 教说话 陪打球 当领队 就为了儿子 能够独立地生存 而另外一位 陶燕波大姐 花了16年的时间 陪孩子重返校园 做了他16年的同桌 当了他16年的耳朵 就为了儿子 能够拥有正常的人生 其实每一个当父母的 都不希望孩子 能够大富大贵 只希望孩子 能够健健康康地长大 独立生活就可以了 当孩子成长为雄鹰 在天空当中自由地翱翔 曾经陪伴他们成长的父母 却已经满脸皱纹 头发花白了